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 中国的政策还真是挺有意思,你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吧, 在从百姓身上要钱这事儿上,愣是把人家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制度学了个十生十。 你要说它有资本主义的影子吧,哎,人家还秉持着中国特色, 死活不接受西方那一套所谓的福利制度,喊着不养懒汉,兽人与鱼不如兽人与鱼。 最后是钱让他们拿走了,鱼竿也绝舌了。 这不4月7号,国务院新闻办这帮人又出来讲话了,说要竭尽全力, 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得,不用说,可这地球上看,哪个国家科捐杂税最多,管的最宽,这就是要奔哪去了。 果然,财政部部长助理表示,在这个十四五期间,将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支持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推动落实依法保护合法收入,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遏制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收入。 哗,你看看吧,这信息量多大。 得了,人家说的笼统,咱就得自个儿琢磨啊,给大家伙翻一翻一把。 首先,建立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每个老百姓以后进账几大洋,花出去几个铜板,在哪儿花的,什么时候花的,给谁了, 都在人家官老爷的监视下,而且是合法奉旨监视的,什么侵犯个人隐私那根本就不存在。 毕竟纸币是你们自己个儿放弃的,支付宝也是让你们自己用火的, 那数字人民币,也是你们抢着红包拥护的,所有数据甭管看似给谁了,最后都汇总在人家那儿, 想不知道你几斤几两都难。 所以,后面这个支持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就可以说是达成这个目标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了。 这人民也监控了,财产也摸清了,下一步自然就得在税收上下手了。 不然这一六十三招的折腾什么呀? 人家政府说,我们的牌坊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你看看,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就很方便给别人扣帽子。 先说,可着这大中国的看,哪个老百姓不是辛辛苦苦挣钱就想过个小日子。 要论非法收入,你们政府里这帮党员,是不是应该先公开个人财产打个样, 让我们都看看你家里几口人,地里几头牛啊。 说白了,这合法与非法的概念,就是你给人家官老爷那没那共,钱你交了,你就是合法的。 钱你不交,哎,你就非法了。 你说说,是谁给这帮天天屁事不干的吸血鬼压榨人民的权利的呢? 还美其名曰调节过高收入,我就问问这调来调去老百姓见着一块钱了嘛,不都中饱私囊了嘛。 连隔壁二大也都说了,别来那个,王八肚里王八肠,就算吓出来也是王八蛋。 打着优化税制结构的旗号,说白了,不就是直接收到中央的钱多点,地方政府的口粮少点嘛。 你们这重新分赃,还得广而告知,是侮辱谁呢? 既然王八是吃的秤妥铁了心,那老百姓就必定面临着更多的科捐杂税, 首先就是这个个人所得税。 之前那些坐垫商没按时上贡的就不用说了,秋后算账已经搁过一馋韭菜了。 那些下班后摆地摊的蹭一波小热度的小白领嘛,你们也跑不了。 只要你的手机支付里收到过陌生人的钱,回头都得给你按收入算点钱。 中国人向来也不分个个人账户工作账户的,对自己那点钱除了希望他生宰之外,没个规划, 还图方便天天抱着手机支付不撒手。 这回好了,这只要超过工作所得收入没上报,就被扣上非法收入的小帽子。 那罚款都是轻的,情节严重的估计得跟刘晓庆同志一样去坐牢。 哎你说,就这么明显的陷阱,有良心的是不是都得劝老百姓提前提高意识,摸清形势, 把移动支付上的钱拎拎清,能用现金的用现金。 国内居然还有不要脸的财经媒体,在这个时候鼓励老百姓去申请支付宝的商家收款二维码, 并宣传不做生意申请也合适。为什么呀,因为支付宝普通账户提现要手续费, 但是商家账户提现免费且不设上限。 呵,就为了这块八毛的你看吧,乌央乌央的就都去了。 这回好了,人家叠中叠,还中还了,那阿里巴巴今天让政府罚几万,明天罚上百亿的自己都看不见。 你以为是替天行道,为民申冤呢,那是养大了该烤了,撒点紫然辣椒和咸盐。 就说这事儿,税务局找你,说你用商家收款码收钱为什么不交税,你说这是朋友还的。 人家再问,那怎么不直接转账?你说这样方便,提现还免费,可以省点钱。 这句句都是实话吧,就问你税务局那帮大爷能信吗? 除了个人所得税,中国人最在意的就是他们那套房,哎,这回人家财政部也说了, 放心吧朋友们,我们一定会积极稳妥的推进房产税的立法和改革,收更多的税,获获更多的人。 就之前做中国人喜迎房产税这期节目的时候,就说了,上海、重庆之后啊, 全国征收房产税的城市将遍地开花,因为房产税归地方政府所有,所以各地肯定想尽办法争得多,争得好。 而不管是采取了上海细腻的每家每人60平米免征额的做法, 还是重庆粗暴的价格高于市场两倍和别墅计征房产税的做法。 可以肯定的是,户口在房产税里占的比重很大。 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地区目前实行的房产税政策,都玩了个双轨制,有户口的便宜,没户口的贵。 你说说,喊着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等到收房产税的时候,就给你点颜色。 如果你手里有一套以上的房子,想知道房产税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别忘了点击节目结尾处的链接去好好补补课,不用谢,叫我佐罗就行了。 而这个房产税的推荐,不出意外的是没有房的大声喊好,有多套房的人怨声载道。 但是人家专家也说了,房产税不税跟房价没有关系,毕竟上海的例子在那摆着呢, 我们出这个就是想弄点钱,你们这些光荣的无产阶级还是好好搬砖,争取早日买房。 而很多人都在期待阶梯市交房产税,刚需自助不交。 专家也说了,那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各地有各地的地貌,像上海这样讲理的还是少, 毕竟人家搞金融,做生意就能挣的好,地方财政不缺钱, 但是越穷相僻壤的地方就越有可能出现市房就争的情况。 不过这也是有国际惯例的,好的决策都是党的,万一有坏的,你们可得记得骂对了人哟, 哎你看看,这小锅甩的赶上手抛饼了。 财政部这一通发言,看上去是为民请命,忽悠的老百姓是连连鼓掌, 可实际上却着实是笑里藏刀,从监管个人收入到房产税, 里外里管的都是拿着死工资,背着房贷车贷的乖宝宝。 而对于那些没有房的人,现实情况则更糟,赴税转嫁后,不但房租将起飞, 物价也将因为各个环节多交的税收而上涨,官老爷的日子还是照常过, 食堂里三块钱一份的扣肉吃到饱,大企业依旧注册在开曼岛上, 打着爱国的旗号转鼓了腰包,可老百姓的明天就越来越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